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价格公道 往来他家购物的客人有很多 生意很不错 刘文靠着布店 积攒了不少的财富 刘文18岁时他父母去外出送货的路上 遭遇劫匪 双双去世了 刘文因在家守店 这才没有发生意外 自父母过世后 家中的布店由刘文接管 在家中老管家王富贵的帮助下 刘文将布店生意经营的风生水起 王富贵是看着刘文长大的 现在刘文父母突然去世了 富贵和刘文商量 并托没人说亲 刘文娶了同在青江镇开酒楼的罗俊家的女儿秀兰为妻 刘文和秀兰结婚没多久 秀兰便怀孕了 到了日子 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 一个取名刘文 一个取名刘军 刘文和刘军在父母的爱护下长大 他们的个性不同 刘文竟端装文静 刘军活泼好动 刁蛮任性 有一天 同行送给刘文一匹颜色新颖的布匹 进行交流 刘文拿回了家 此时15岁的刘文正在院中玩耍 他看到了刘文 开心的说道 爹爹 你回来了 这皮布颜色真好看呀 我很喜欢 给我吧 灵儿 你喜欢的话 就送给你了 这是同行送的 刘文说着将布匹递给刘灵 刘灵拿着布匹 开心的往自己屋中走 刚转过一个墙角 遇到了刘军 刘军看到刘灵手里拿着布匹 他很喜欢 就对刘灵说道 姐姐 你这布匹哪里来的 颜色真好看 我也想要 妹妹 这是父亲刚送外面回家 拿回来的 我看着不错 就像父亲要的 刘灵说完便回屋了 刘军听完 他一溜烟的找到刘文 对他说道 爹爹 刚刚我看到姐姐手里 拿着一匹很好看的布匹 我很喜欢 我也想要 军儿 那匹布是同行给的 你子子喜欢 我也给他了 以后再有好看的 我给你好布 刘军听完 撅着嘴 都姑弄道 不嘛 我就要这一匹 你现在就去找姐姐要回 这匹布我要了 军儿 那匹布已给你姐姐了 怎好再要回 下一次 下一次我一定给你 好不好 不好 我就要这一匹 此时 刘灵放完不回来 他听到了刘军和刘文的对话 他想了想 转身回到屋 将布匹拿回 交给了刘军 刘军高兴地拿着布匹跑开了 刘灵就是这样的体贴人 刘军就是这样的刁蛮任性 他不管刘灵是不是先得到 反正他喜欢的东西 就是要把东西要过来 过了没几天 刘灵上街买书 看到一群人在围观什么 他心生好奇 也走了过去 穿过人群 他看到一个小女孩跪在地上 旁边还立了个牌子 上面写着卖身葬妇 经过了解 才知道女子叫婉军 他母亲去世得早 跟着父亲生活 原本妇女两人虽然生活清贫 倒也能勉强过下去 可前几天他父亲突然咳嗣 婉军找郎中为他父亲医治 家里的钱没几天便花完了 亲朋好友见他父亲病重 非但没有伸出援手 而且都纷纷躲着他 生怕他来家里借钱 最后婉军父亲没挨几天便撒手人寰 离他而去 家里一贫如洗 一点钱都没有了 婉军没有办法 便想着把自己卖了 给他父亲买副棺材 送他体面地离开 这孩子可怜呀 我要是有钱 就给这孩子买副棺材 一位围观的路人无奈地说道 说完摇摇头离开了 其他人也都只是看看热闹 看完便离开了 刘灵走到女孩身边 将他扶起来 对他说道 婉军姑娘 跟我走 咱们一起为你父亲买棺材 婉军听完 忙要下跪感谢 被刘灵拦住 他带着婉军往棺材铺走去 宁愿遇到刘军吃着糖葫芦走来 姐姐 这姑娘是谁 怎么看着脏兮兮的 你们看起来还认识 刘灵将婉军的事和刘军简单说了一遍 刘军说他真是多管闲事 说完便离去了 刘灵让婉军不要在意 他带着婉军继续朝棺材铺走去 到了地方 刘灵出钱 为婉军父亲买了一副棺材 还多出一部分银子 让棺材铺的找人帮婉军 一起料理他父亲的后事 交代完后 刘灵和婉军告别 他给婉军留了地址 让他料理完父亲的后事后来找他 可以在他身边做个丫鬟 也算有个活干 当然如果他不愿意来 也没有关系 三日后 婉军料理完了他父亲的后事 来找刘灵在大门口 被刘军遇到了 刘军说 你是前几日跟在我子子旁边的姑娘 你找他什么事 我是来给刘灵姑娘当女仆的 前几日他帮我买了个棺材 我这才料理了父亲的后事 你走吧 我看你个子这么矮 长得也不好看 我姐姐不喜欢你 你一看就是个穷丫头 婉军听完不知所措 他是来报答刘灵的 可眼下这门都进不去 如何报答 就在他准备转身离去 在寻找机会找到刘灵时 刘灵从院中走了出来 他正要上街买东西 刘灵看到婉军 关切地询问他父亲的后事 办理得怎么样了 婉军说他已办理完了 现在是来给他当丫鬟的 刘灵听完很高兴 带着他往院中走去 准备让婉军 书席打扮一番 刘灵看到他们离去的身影 撇撇嘴 嘟囔到 一个穷丫头 长得这么难看 姐姐可真行 什么品味 说完也回自己屋了 就这样 婉军来到刘灵家里 给他当个丫鬟 刘灵到哪里都会带着他 从不吵骂他 带他如姊妹 婉军认真服侍刘灵 两人关系很不错 过了没几天 争强好胜的刘军 也找了个丫鬟 他的丫鬟漂漂亮亮的 他就是这样爱和刘灵比 什么事他都要占刘灵一头 一晃三年过去了 刘灵和刘军都长到了18岁 两个姊妹花都长得很漂亮 来家里说没得要把门槛塌烂了 刘文和秀兰高兴的何不拢嘴 他们很开明 让刘灵和刘军自己选夫君 刘灵说他年纪还小 准备先等等 遇到合适的再说 刘军则兴奋的说道 爹 娘 我其实早想给你们说一件事 西街巨仙楼王掌柜的儿子王昌 我们已经聊了很久 感觉不错 以私定终身 希望爹爹和娘成全 是这样呀 既然你已经选好了夫君 我们就不说什么了 刘文看了看秀兰 点头说道 太好了 太好了 我这就去告诉王昌 刘军高兴的向外跑去 第二天 刘军和王昌要结婚 早上刘军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等待王昌来接亲 刘灵来到刘军房内 他还没开口 刘军笑着说道 姐姐 你可要加油呀 妹妹我都结婚了 你个当姐姐的还没结婚 抓紧吧 别被人看笑话 你呀 都出嫁了 还挖苦我一番 真是的 祝你们幸福 刘灵回到 不大会 王昌骑着高头大马来迎娶刘军 刘军高兴地坐到吧台大轿上 心里乐开了花 当天王昌家举办了盛大的结婚典礼 刘军和王昌拜堂成了亲 结为了夫妻 婚后 刘军回到娘家 常常和刘灵分享 她和王昌的幸福生活 并不忘挖苦刘灵 说她都是老姑娘了 没人要 别最后嫁不出去 刘灵也很无奈 可她没有遇到何事的 感情真是急不得 毕竟是要一起在一辈子的 时间那么久 总要好好挑选一番 转眼间 又是两年过去 刘灵长到了二十岁 她还没找到属于她的如意郎君 不是她太挑 而是家里很多慕名找她的 都是些玩护子弟 看着都不靠谱 倘若她和刘军的要求一样 找那些家里有钱的 不考虑人体 她也早嫁出去了 这年冬天 有一天 刘灵带着婉军上寺庙上巷 走在路上 婉军突然喊道 小姐 路边趴着一个人 刘灵听到婉军的话 她让人停下马车 撩开窗帘 看到外面白茫茫一片 路边一个男子趴在地上 一动不动的 婉军跳下车 叹了叹男子的鼻息 呼吸微弱 她回到马车边 对刘灵说 小姐 这个看起来是个乞丐 她呼吸微弱 可能是冻晕了 咱们管她吗 管 当然要管 刘灵让马夫和婉军一起 将乞丐抬到马车上 她将自己的披风 给男子盖上 还把火炉 往男子身边挪了挪 让马夫调转车头回家 香也不上了 到家后 刘灵让人弄来浆茶 给男子围下 并给他盖了两床被子 找了郎中诊治 说是没有什么大问题 只是冻晕了 男子在床上躺了两个时辰 苏醒了过来 刘灵让人弄来饭菜 男子郎吞虎咽的吃了下来 吃完饭 刘灵还安排人 带男子去洗漱一番 男子洗漱完 换了一身衣服 刘灵和他聊起天来 男子说他很爱看书 但他姓甚名谁 家是哪里的 为什么晕倒 他都记不起来了 见是这种情况 刘灵心善 就让男子在家里住了下 他给男子取名吴明 就这样 吴明在家里住了下来 和刘灵一起看书 遇到精彩处 他们一起讨论 两人相处得很愉快 有一天 刘军回娘家 看到了吴明 询问刘灵是怎么回事 刘灵将他上乡 陆遇吴明洞晕路边 就回家 发现他失忆的是说了一遍 刘军扑痴一声笑了 他说 姐姐 你真是爱心泛滥 什么人都救 不过这乞丐经过打扮倒也帅气 不如你们就结婚吧 哈哈 刘灵听到刘军说完 感觉和他没办法交流 带着吴明离开了 后来 经过几个月的相处 刘灵发现吴明学位 见识都很渊博 他很喜欢吴明 决定嫁给他为妻 得知这个消息 刘文和秀兰是反对的 他们不能让刘灵嫁给一个捡回来的乞丐 可刘灵坚持要嫁 刘军得知消息了 哈哈大笑 双手赞同 表示支持刘灵的决定 刘灵知道 他不是真心祝福的 只是想看他们的玩笑 最终 刘文和秀兰无奈的同意了刘灵的请求 为他们举办了盛大的婚礼 吴明和刘灵拜堂成了亲 入坠到了刘家 这吴明虽然失忆了 可他无论谈吐还是举止 都很得当 婚宴上宾客并不知道 他是个乞丐的身份 对他纷纷称赞 洞房夜 刘灵和吴明要喝焦杯酒 吴明去取酒时 被凳子绊倒 碰到架子 一个瓷瓶掉下 砸在吴明脑袋上 竟然将他砸晕了 刘灵见吴明被砸晕 忙到换婉君 一起将吴明弄到床上 刘灵让婉君速去请囊中 他留下来照看吴明 吴明躺在床上 没多久 竟然苏醒了过来 他看了看周围 眼神迷离 疑惑地问刘灵 这是什么地方 现在发生什么事了 听着吴明的谈吐 他很疑惑 吴明这是记忆恢复了 他试探性地询问 吴明他叫啥 吴明说他叫罗天佑 他是意义恢复了 天佑对刘灵说 帮我去打一盆清水吧 刘灵虽然疑惑 他还是去打了一盆清水 天佑将脸埋在清水中 没多大会 他找来铜镜 竟然将脸上撕下一层皮 原来他已容了 天佑告诉刘灵 让他不要害怕 并开始诉说起来 经过了解 才知道天佑不是普通人 他是当朝宰相的儿子 因为出寻访办案 便易容了 寻访过程中 查到一个贪赃物的县令 那县令竟然派人追杀他 他跳下悬崖 这才导致失忆 失忆后他乞讨度日 最终又冷又恶地晕倒在路边 幸亏被刘灵救下 天佑虽然失忆 但他被刘灵救下 和刘灵相处得点点滴滴 和刘灵拜堂成亲的事他都记得 他拉起刘灵的手 对他说道 娘子 我们既然已经结婚了 你就是我的妻子 我以后定会好好待你的 刘灵喜极而弃 扑倒天佑怀中 这是对他真是意外之喜 原本只是简单救下一个乞丐 却不曾想他的身份 竟然如此显赫 过了一会 天佑和刘灵喝浇杯酒 他吹灭了屋内的灯 两人放下床慢 开始行夫妻之礼 突然 宛君急急忙忙的突门而入 大声喊道 小姐 郎中我找来了 刘灵和天佑忙停了下来 刘灵告诉宛君 你没事了 让他送郎中离开 宛君挠挠头 这才关上门 送郎中离去了 隔天 刘灵和天佑一起 去给刘文和秀兰进茶 刘灵将天佑记忆恢复 和他身份的事也说了一遍 刘文和秀兰听完 很是震惊 刘文笑着连说了几声 好好好 一家人开始吃早餐 刘军从外面走了进来 笑着说道 乞丐姐夫 你好呀 你可真幸运 能娶到我这貌美如花的姐姐 住口 别胡说八道 刘文怒斥道 给秀兰递了个颜色 秀兰将刘军拉到一边 把天佑的事说了一遍 刘军听完 大哭起来 姐姐怎么这么幸运 太不公平了 呜呜呜 秀兰也不管她 继续回到席间吃饭 后来天佑带着刘灵回家 拜见了父母 父母对刘灵很是满意 还为他们补办了盛大的婚礼 朝中很多人都来 纷纷向他们表示祝贺 从此 天佑和刘灵开始了幸福的生活 好故事接着看 齐延青出身中医世家 祖上三代行医 家中小有积蓄 父亲齐郎中 想把毕生所学传承下去 可儿子齐延青偏偏不喜欢这一行 倒是对喝茶听戏颇感兴趣 这日 齐延青没去梨园听曲 独自一人朝东街走去 路过最先楼的时候 正好遇见店小二在门口招揽生意 哎哟 这不是齐少爷吗 店里刚拉来几坛子上好的女儿红 何不进屋喝两杯 以前 齐延青曾来过最先楼几次 虽然称不上是这里的常客 却也跟店里的人混个脸儿熟 店小二嘴甜灵头 能言善道 每次见到他 都会毕恭毕敬地喊上一声齐少爷 齐家在云德县算不上高门大户 齐延青也并非什么富家少爷 可每次听到店小二这样称呼自己 心里还是感到非常受用 这时 屋里飘出一阵酒香味儿 齐延青忍不住深深地吸了一鼻子 在店小二的热情引领下 大不流星地走进酒楼 贵客驾到 还是老三样 红烧鲤鱼 清蒸鸡 外加一点儿花生米 店小二拖着唱腔 朝厨房吆喝一嗓子 接着端上一壶上好的女儿红 须余 好酒好菜全都上齐 齐延青坐在靠窗的一张桌子旁 皱着眉头自针自引 看上去好像有什么心事 酒馆斜对面有家静民堂医馆 医馆的主人名叫杜莲祥 听说是青州府人士 两年前 他带着妻儿来到云德县 在繁华的石原街盘下一间不不起眼的铺子 开了这家医馆 自从近民堂医馆开业后 齐家的生意日渐萧条 都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齐延青不知道杜莲祥使了什么妖术 能在短时间内声明确起 抢了自家的生意 他一边喝酒 一边不时朝窗外看上一眼 只见金民堂医馆门庭弱势 前去看病的人落意不绝 齐延青心里又气又恨 仰起脖子一饮而尽 随后放下酒杯骂了一句该死 就在这时 杜莲祥扶着一个衣衫蓝绿的老阿公 从医馆走出来 老人一脸感激 夸赞杜郎中医术高超 一副菩萨心肠 杜莲祥微微一笑 目送老人离去 刚走出不远 迎面走来一个年轻后生 看到老阿公一脸惊喜 几日不见 四爷又变得红光满面 看样子身体一康复如初 真是可喜可贺 老人直了直腰 呵呵一笑道 这还不多亏杜郎中 你四爷我穷得叮当响 根本没钱看病 杜郎中医副菩萨心肠 帮我扎针治病 竟然分文不去 说话间 他回头指了指 济民堂医管 脸上写满感激 男子伸出大拇指 感慨道 杜郎中玄乎济世 人尽皆知 难怪店里的生意这么红火 齐言轻文言 更是火冒三丈 见两人站在路边 说个没完没了 恨不得上去给他们两巴掌 也好出口恶气 正愣着出神儿 忽然一个轻衣男子走过来 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 笑着问他是不是 看上了哪家的姑娘 齐言轻回头一瞧 说话的人正是陈大年 此人巧舌如簧 诡计多端 人送外号小诸葛 他正想不出 对付杜连祥的办法来 这陈大年就主动送上门来了 真是天助我也 兄弟快请坐 我正有一事相求 希望你能帮我拿个主意 齐言轻忽然变得兴奋起来 先是请陈大年落座 又招呼小二添酒加菜 两人推杯换盏 喝得畅快淋漓 几杯美酒下肚 齐言轻迫不及待地 道出自己的烦心事 他想请陈大年支个招 让陈联想赶紧离开此地 陈大年骚了骚头 黑黑一笑说 这有何难 不是兄弟吹牛 在云德地界 只要有我在 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别说他一个外地人 就算是本地的达官贵人 我照样能让他滚出去 陈大年不胜酒力 连着喝了几杯酒 脑袋晕乎乎的 于是借着酒劲而开始吹牛皮 齐言轻颇有眼力 一静儿 嘴也没闲着 一个静儿的给他上刷子 兄弟不用担心 只要我掠尸小记做个局 保证杜连翔能离开这里 以后云德县 只有齐记医馆一家独大 想要赚钱还不容易 齐言轻想着白花花的银子 脸上的愁云一扫而空 前不久 父亲齐郎中忽然暴毙而亡 临终前连一句泥言都没留下 齐言轻医术不惊 后悔当初不该留恋于九楼瓦斯 如果以前听从父亲的教诲 多跟他学点东西 也不至于砸了齐记医馆的招牌 让那杜连翔趁机抢走自己的生意 他不想眼睁睁地看着三代人的心血 毁在自己手里 却又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击垮杜氏医馆 只能硬撑着体面耗在那里 多亏家里还有些积蓄 不然他连铺子的租金都交不起 齐言轻一心要除掉杜连翔 陈大年却拍着胸脯说 这是包在他身上 可是却说什么亲兄弟名算账 事成之后 让齐言轻付给他五十两银子 齐言轻心中大喜 冲着陈大年摇摇头 爽快地伸出五根手指 又翻了一番 这下子可把陈大年激动坏了 一百两银子可不是个小数 对他来说这可是比大生意 九足饭饱 两人起身离去 临走的时候 齐言轻不忘叮嘱一声 让他抓紧时间越快越好 陈大年大手一挥 说以半月为期 半个月后 金明堂医馆果然关门大吉 杜连翔一家三口 如同人间蒸发一般 就连医馆上方的那块黑底金字招牌 也不见了踪影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杜连翔就这样神不知不觉的 在齐言轻的眼皮子底下消失了 齐记医馆的生意瞬间好起来 齐言轻趁机多收诊费 想尽快把花出去的 那一百两银子再赚回来 时间一长 附近百姓怨声载道 背地里都说齐言轻人品差没一得 不及他的祖上半分 只要有钱赚就行 齐言轻根本不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 只管昧着良心赚黑钱 渐渐的 医馆的生意越来越差 有的人宁愿多走几里路去临线投医看病 也不愿把钱花在齐言轻的医馆里 时隔不久 陈大年的儿子陈福生得了一场大病 于是来找齐言轻求助 他翻遍整本古籍医书 也没有找到治疗的方法 便说陈福生的病无药可医 陈大年在心里骂他是拥医 只好带儿子去别处看病 陈福生跟着父亲去了很多医馆 药也吃了不少 但始终没有见效 陈大年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 还指望着陈福生传宗接代 于是按下决心 就算砸锅卖铁也要治好他的病 这日 邻居冯玉春去陈大年家串门儿 看到卧病在床的陈福生 不由得大吃一惊 说道 你怎么也得了这种病 陈大年文言 简直又惊又喜 如同见到救星一般 冯玉春告诉陈大年 几个月前他母亲也得过这种病 当时老人浑身红肿 起养男人 跟陈福生的症状如出一辙 陈大年欣喜若狂 连忙问他怎么治好的病 冯玉春却说 当时他带着母亲去了静民堂医馆 渡廊中开了一个方子 三夫要吃下去 立刻要到病除 陈大年要冯玉春赶快想想 那方子上开的都是什么药 冯玉春摇摇头 却说时间太长了 根本记不清 陈大年心里后悔极了 埋怨自己当初不该故意设局 把杜郎中赶走 眼下儿子无药可医 病情一天天加重 如果不能及时治愈恐怕凶多吉少 当务之急 要尽快找到杜莲祥 可人海茫茫也不知道该去哪里找 这时 冯玉春又道出一个好消息 前几个月他去安国府送货 曾在街上见到一家静民堂医馆 店铺的招牌也是黑底金字 看起来很眼熟 他告诉陈大年 可以去安国府碰碰运气 如果那家店真是杜莲祥开的 陈福生也算是有救了 陈大年悲喜交加 带上仅剩的那点家当 套上马车 拉着儿子直奔安国府 乌漏偏逢连衣语 父子二人途中遭遇劫匪 全部钱财被抢劫一空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陈大年只能抱着一线希望 去安国府找杜郎中 父子二人风餐露宿 两日后终于进了城 依照冯玉春提供的讯息 陈大年赶着马车 千里迢迢来到金民堂医馆 车子还没停稳 便迫不及待地跳下马车 三步并坐两步地跑进医馆 真是谢天谢地 想不到在大厅坐枕的人 正是杜郎中 陈大年喜极而泣 看来儿子命不该绝 只是囊中空空 不知该如何启齿 杜连祥听说他们远道而来 途中遭遇劫匪钱财被洗劫一空 便主动提出免收诊费 还可以收拾出一个房间 让他们安心在医馆住下来 陈大年的心理五味杂陈 回想起以前自己的所作所为 深感愧疚 父子两人在医馆住了三天 杜郎中居然一分钱没收 而且还治好了陈福生的病 临走之时 陈大年千恩万谢 看着淳朴善良的杜郎中 忽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 气声说道 我不是人 我陈大年对不住您 他边说边抽自己的嘴巴 杜郎中看得一头雾水 还以为陈大年得了疫症 陈福生也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 吓了一大跳 问父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陈大年长叹一声 红着脸讲述事情的真相 为得到齐延青承诺的那一百两银子 他请在衙门当书里的表哥帮忙 两人故意作局陷害杜郎中 说他没有行医症且医术不经 故而将进民堂医馆查封 得知事情的真相 杜郎中如梦初醒 难怪自己从来没有听过 治病救人还需要行医症 他出来乍道 当时还以为自己不懂当地的规矩 闹了半天 这无证经营居然是莫须有的罪名 陈大年讲完这段不光彩的经历 忽然如是重负 本以为杜郎中会大发雷霆 没想到他呵呵一笑说道 塞翁失马 言之非福 多亏我当初离开云德县 不然又怎么能来到安国府大展宏图 杜郎中心胸豁达 不计前嫌 他的所作所为令陈大年自愧不如 父子俩感恩戴德 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踏上回乡之路 陈大年设局陷害杜郎中 故意将其赶出云德县 没想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他不得不带着握病在床的儿子四处求医 回到家信息算来 给儿子看病刚好花掉一百两银子 人在座 天在看 陈大年觉得这一切都是天意 从那以后 他改过自新 再也没有做过任何伤天害理的事 半年后的某一天 陈大年突然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 齐延青拥一误诊 脑出人命 死者家属上报官府 他不但赔了钱财 还招来牢狱之灾 齐延青让妻子拿着钱到处打点关系 倾尽家中钱财总算提前释放 医馆是开不成了 他只能靠着四处打零工度日 生活过得十分辛苦 夫妻本是铜铃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 妻子孔氏出身于小妇之家 根本过不了这种穷日子 于是跟丈夫提出合理 义无反顾地带着年幼的女儿 回了娘家 且说城里有个万元米行 掌柜的姓贺 半年前 妻子不幸因病离世 正打算续嫌再娶 后天 惊人从中撮合 他和孔氏又结为夫妻 方间传言 齐延青入狱期间 妻子孔氏就跟贺掌柜暗中私会 两人关系非同一般 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这些话很快就传到齐延青的耳朵里 面对流言蜚语 他羞愤难当 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没多久 齐延青卖掉家中祖业愤然离去 从此再无所踪 结语 古人云 善出者善反 福王者福来 陈大年忘了古婿 为了谋财故意作局 将杜郎中赶出云德县 结果儿子得了重病 又千里迢迢去寻找杜郎中 这正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到最后落得了两手空空 做人一定要善良 齐延青的人生经历 恰恰说明一个道理 人为善 福虽未至 祸一远离 人为恶 祸虽未至 福一远离 人在做天在看 人生在世多行善事 多结善缘 相信好人一定有好报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